未來這個周末在美國的西岸 將會非常之熱 現在大家想見到這個溫度 並不是預計這個周末的溫度 這個溫度就是今年2021年6月16日 在加州六島的溫度 大家看到溫度是高達129度華氏 或者54度攝氏 一般情況下如果溫度超過了95度華氏 應該不要再出去工作 因為會太熱 一般來說有些工人被迫都要工作 例如在農場採摘蔬果之類 他們採摘量計 因此他們很危險 如果溫度太高的話 會使得我們大量汗 出汗時我們身體內的電解質 因此也會帶走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量出汗 只是補充水份 是不足夠的 最重要是補充電解質 一個簡單的方法來提供 各位所需要的電解質 就是在大約一公升的水中 放四分之一茶匙的鹽 很少而已 四分之一茶匙 一公升 加一些檸檬汁 加一些石榴汁 加一些少許糖 不要太多 因為太多糖 就會影響你的胃口 少許糖 補充一些carbohydrate 你就可以補充水份 這個相對來說便宜 但當然大家也可以在市面上 可以買那些所謂sport drink sport drink 運動用的各種飲品 那些 它裡面加了一些鹽 加了一些電解質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流汗時 電解質就會出來了 所以大家會覺得汗是鹹的 因為有電解質出來 而我們身體需要有兩個很重要的元素 一個就是potassium 另一個就是sodium 這兩個就是鹹味的地方 這兩個元素是用來控制我們的心跳 因此如果大家損失太多的電解質 可能會影響心臟會停頓 所以在這麼好熱的情況之下 記住就是喝多一點水 但是一定要補充必需的電解質 另外呢 在西岸那邊加州準備開放了14個 所謂cooling center 放涼的中心 那麼大家就可以去那裡 我不知在哪裏 當然 我相信你們在加州的朋友會知道 如果是在馬路上工作 那些納青地 可能是非常之熱的 溫度可能高達140度 華氏 這絕對是危險的了 在上一次熱浪之中 在加拿大那邊最少有100個人 是因為熱浪死亡 我很希望今次在美國西岸這邊的熱浪 不會導致有太多的人命傷亡 現在因為全球氣溫的改變 本來這些應該說 百年一遇的那些大的天氣變化情況 現在可能一輩人會有很多次 因為現在大氣的平衡慢慢已經走歪了 開始在熱那邊走 因此熱會很熱 冷會很冷 好像我今早這裏 我今早要出車 上午大約是 我這裏的8.9個字左右 上午已經天降了 我車前面擋風玻璃 充滿了霜 水撥撥是撥不動的 這個 我們這裏今早是非常冷 但相對來說 在美國那邊 或者在北半球 現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熱 剛剛跟大家報告了 接下來的周末 預計在美國那邊的西外 會非常之熱 在北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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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反應 有些反應